大家好 我是沙姐 明天沙姐會去看賽馬 不是香港那隻賽馬 是日本那隻賽馬 那隻基本上不是跑的馬 那隻是工作馬 他會拉著一個很重的 好像傳說中是一噸的貨紋 有個騎士坐在貨紋上 就叫他們跑 其實傳說中是跑得很慢的 那些馬亦跟香港那些不是 是四肢很粗壯的那隻 就不像香港那些那麼流線型的 我明天就會去看 其實我都很久沒入過馬場 這隻馬場我是沒入過的 對上那次入九場 已經是澳門很多年前 這次回覆了一個網友 他就說你們這群人 他就看了一篇相對舊的影片 他就說你們這群人 經常都只是說中國好 你們從來都不會說中共的壞那方面 他就說好像拆押擲命鞋 大概意思是這樣 即是說我們將來是戰絲底 等等等等 我自己覺得 別的Youtuber我不敢說 但我這個是免費頻道 即是我沒有收你們的錢 也沒有收你們的捐獻 我又沒有在這裡熱配 即是債外快 連Youtube說他我也沒有賣 那我就會跟那個人 即是我也想跟那個人說 那你就管我說什麼呢 即是你不喜歡看《無線》 他是免費頻道 你不喜歡看 你就不看 就是這樣而已 因為我沒有收過你的錢 我不需要討好你們 那你覺得不對看 你就不要看 但你很有趣 你又不喜歡我們說 但你又不停地看 因為跟他的文字之間 就說你們 你們這班人 即是他不只看我一個朋友 那你也會看很多人的頻道 那你看很多人的頻道 那你為什麼要看呢 你這麼不喜歡 對不對 即是我會覺得 你這麼不喜歡 你又為什麼要看呢 還有有一件事 我會覺得 不要經常看別人不好的那面 這個世界是沒有完美的 即是完美那樣東西 是裝出來的 是沒有東西是完美的 即是儒家思想 就經常都說過完字 即是其實 很多東西都是正反兩面的 即是看你從哪個角度去看 那你問我中共現在很好嗎 那當然是有缺點的 你不可能說中共很好 不要有中共完美 即是正如 中國有中國的問題 美國有美國的問題 以前俄羅斯有俄羅斯的問題 日本也都有日本的問題 台灣也有台灣的問題 每一個正常是完美的 那所以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為什麼要不停地 只是看別人的壞處呢 我們要知道別人有什麼壞處 但是我們也要看別人的優點 要不然你會不開心 你身邊會沒有朋友 因為你只會不停地數別人的缺點 我姐姐也是這樣的 每次跟我出來就是數別人的缺點 又說他老闆怎樣 又說他朋友怎樣 又說他怎樣怎樣 那我自己沒有錯 我心想 你自己也不是完美 為什麼不可以 接納別人的不完美 當然啦 我姐姐很聰明 就不像莎姐這樣 直長直肚 我不喜歡那個人 我就直接 不出聲 或者走了就算了 又不會變臉色 我姐姐很聰明 她對著那個人 是不會有臉色的 還是和顏月色 所以她就職押了負能量的 不說得出口的東西 就全部和我伸 變成我不是很想和她伸 我不是很想和她伸 我不是很想和她伸 搞到我現在有病了 你明白嗎 你不停地接收她的負能量 但你又不認同 那我就搞到自己有病了 所以現在我基本上都很少接觸 聽醫生說我基本上都不接觸她 除非媽媽回來 就會和她和姐姐一起去旅行 或者吃一頓飯 哄媽媽開心 就會 但現在基本上 平日生活我是不接觸的 或者好像我今次去完旅行 可能買手信給她 有時候太懶得 我會問我老闆 借個 Courier Code 一下 Courier給她就算了 連接觸都不算接觸 那我會覺得 你如果是這樣 不停地看到別人的缺點的話 你不會只是對中共的 你是對任何人都會的 所以你一定會 是不停地刮著別人的缺點 那你就會 很多朋友都會沒有了 你嘗試放寬一下心 看看別人的優點 即是中共有很多缺點 但你要看回 她已經改善了不少 以前說中國不開放 讀專制 我老闆說得很對的一句 如果不是中共當日不開放經濟 不專制的話 香港哪有70年代 80年代 那時候的 什麼 中港貿易做得這麼發達 對不對 因為所有 因為中國港口不開 所有的貨物都要怕香港人出來 我們香港有不少人 是靠中港貿易的 中港司機 是養活不少家庭的 那時候 中港司機是很好賺的 船、貨櫃 那些很好賺的 所以大器材 香港的經濟這麼發達 所以你不看 你如果不是中國 肯一早開放的話 香港根本就沒有這個市場 也沒有那麼多人可以買到樓 是不是 我覺得你不要經常看別人 壞那邊 上次看別人美好那邊 而且他不停在改進 你的改是要時間的 我不是說 你今天就會變得好 有很多東西是要浸淫的 就是 今天有些大學生 讀員會計出來 是不是一定會做的 不是的 他都要經驗浸淫出來 才可以有很高的幾毅 所以我覺得 中國不是不改 他一步步開放 一步步做得更加好 很多東西都更加完善 或者未完善的東西 開始去努力做完善 他不是沒有 那你為什麼不給他機會去呢 等於他日那些暴徒 坐牢出來 我們是不是要完全不給他機會去呢 不是的 那些和理非以後 知道自己有問題了 那我們是不是不給他機會去呢 不是的 那如果那些和理非想以後 去發展 我們是不是完全不給他機會去呢 不是的 都是要給他機會去的 如果他有心發展 或者是有心改 我覺得 你不要這樣 你難聽些說一句 如果你真的這麼討厭中共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移民走呢 你這麼怕中共 你要知道 全世界都認可 香港是中國的國土之日 如果不是英文 不會有一句 One country two system 就是說 一國兩制 這個 為什麼英文 一向都沒有這件事 世界上一向都沒有這件事 在香港回歸了之後才有這件事 所以其實在外國來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名詞 就是他承認了香港在中國的一部分 那如果你這麼怕中共的話 香港回歸了的時候 你為什麼回歸之前不走呢 你是不是沒有機會呢 其實不會沒有機會的 這個世界 是你爭不爭取的 我記得我二十多歲的時候 即是二十多年前 有很多 不是美國 很多叫做荷蘭 一些歐洲國家 那些中國人 移民過去的那些中國人 他不想在大陸找老婆 那就會來香港找老婆 其實是有機會的 不過我不想 如果要移民 我已經移民了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媽媽就是隨便找個朋友 拿起來也有五個男人選 因為那些男人 因為歐洲大 未必找到 中國女生 而且他未必想娶外國女生 那他就想回來這裡找 但又不想要大陸內地的女生 因為那時候 他們對內地都不是熟悉 而且那時候內地相對窮 他怕那些女生 可能結婚就不要她 或者只是想為了移民 所以喜歡選香港的女生 如果我要的時候 那時候也會移到 是不是 要結婚移民 你再難聽這些說句 你要移民 你只要那時候 有很多越南人 在美國也好 其他國家也有很多 越南人 你只要肯付錢 你們就可以假結婚移民過去 條路每個人都可以 是不是 你這麼不信中共 你自己是移民走 因為回歸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如果你 又沒有辦法移民走 那你就唯有 既來之執安之 聽天又命 這個就是中國人所說的 命 我在這段時間 我也發現了很多東西 這個世界很多生物 即是動物都好 我見牠在冰湖那裡 當然 前面就已經是逼結冰了 它的湖還有一點點水 天鵝就在那裡 我最初以為去找食 才去那些這麼冷的湖水 其實是摺著海 後來我回到頭的車 天鵝在那裡睡覺 我說沒事吧 你在湖裡睡覺 這麼冷 後來也算了 你脂肪喉 好像我的脂肪喉 不怕冷 後來我就發覺 不是啊 都是同樣的湖裡 有些很小的鴨仔 它一樣可以在湖裡遊上 這個就是物境天窄 你懂不懂得去生應生存 即是在這個社會生存 你懂不懂得去遷就社會 遷就那個生態環境 如果你不去改變自己 去遷就這個環境改變 你很難生存 這個世界永遠有框框的 你不會想著沒有框框 你家屋就是已經是一個框框 你會不會開放你家屋呢 你說我自由啊 要沒有框框 你會不會開著門 讓人不停進來 你都不會啊 因為你房子買了幾百萬 你不會無端的開著門 讓人有自由進來 對不對 這個世界本身只有框框 你會不會走下去噴你自己屋樓下 你不會啊 你最多噴街噴椅櫥 因為那間屋裡 你會令到那間屋院樓價跌 你不會這樣做的 對不對 這個本身每個人都有一個框框的 這個社會就是有框框 你很難完全沒有框框的 只是我們怎樣在那個框框裡 拿到最盡呢 或者我們怎樣在那個框框擴大呢 這個才是你們要想的嘛 不是說我要拆掉那些框框 我要怎樣就怎樣 這個世界是不會因為你而運行的 你不會說我不要共產黨 我要反共產黨 你不要這樣想啦 你想一下你怎麼反呢 就憑你 14日是人口在支持共產黨的時候 你一兩個人反共產黨 你覺得你反不反得起 你第一時間要先上去北京 要先霸佔了習總的位置 你覺得你會不會上去呢 有時候你要看回 你在哪個框框 你做到什麼事你就要做 而不是說你經常想在框框以外 你連框框以內的事你都做不到的話 我連我自己的回計也做不到 我想什麼 幫人預計預算啊 我連我自己的基本入數也不好 我那時候有個同事 我老闆請了一個人 叫我先看著他 他的事就基本上不 他經常都問我怎樣開一間回計師樓 好像我老闆一樣 怎樣找客戶 然後我就很生氣 你連你自己的賠償都還沒做到 你做帳戶的 你自己的賠償都還沒做到 你管什麼別人的計算 你先搞定你的賠償 你做得好你才叫我教你怎樣做 對不對 這個就是 根本就是你日常生活都可以看到的 不過你自己不看而已 所以我希望大家 做好自己的本分才再想其他 你連自己的本分都做不好的時候 有鬼會看你的電影嗎 那希望大家真的 好好地想想 那這次就說到這裡了 那我明天會看賽馬 我應該不會買的了 我根本上是明燈來的 買什麼都輸什麼的 所以我是不會買的 我就是喜歡看馬 ok 好了 拜拜